约的民众高举人像标语 挥舞国旗大声呼喊口号 上街声援加萨和黎巴嫩 黎巴嫩被大肆空袭 中东情势升温 白宫表示没有收到以色列的攻击通知 加上日前连两波爆炸事件 针对加萨的停火协议卡关 美国总统拜登仍然抱有一丝希望 只是以色列点燃的战火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以色列黎巴嫩不只在场上护轰 安理会也上演口水战 黎巴嫩外长更秀出一张血肉模糊的伤者照 要大家看清楚以色列所干的事 以色列则回击是黎巴嫩当局没有看好真主党 安理会则强烈谴责除了最新空袭之外 连两贴的黎巴嫩爆炸事件 手段凶残 性质恶劣 黎巴嫩当局联合国官员纷纷喊以色列战争罪 伊朗总统则去探视被送往伊朗的伤者 国际社会针对爆炸案依旧有不少问号 不过根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第二波爆炸的对讲机ICOM其实是仿制品 而且两波爆炸被引爆的呼叫器和对讲机 都含有三到五克的 技物四醇四硝酸止PETN的爆炸物 透过远距离开关处罚就能造成数千人死伤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